這個新聞看 泰國曾經國會代算 票也都開刷 兩大反對黨 陳進黨和委泰黨 拿到最多的選票 這兩黨有機會來組成聯合政府 泰國國會也暗算在八月 各自的占對國政黨 推牌的中立候選人 再來選出中立 這次的泰國國會代算 兩個主要的載押黨 票數都認證接政黨這麼多 陳進黨也已經確定拿到160理事 甚至是國會最大黨 另外委泰黨是一百三十四十七第二大黨 陳進黨的董主席 也是總理好選人毗塔 也公開表示說 願意跟委泰黨來組成聯合政府 也不過委泰黨不整是沒有回應 特首的選民 都很願意這次的選舉結果 任何國家有機會改革 也不過也沒有拜託說 軍政府有可能要求要重新嚴票 繼續來看